竹梦桓宇问苍穹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30年成就战 系统梳理了三步走发展战略 从构想变成现实的辉煌历程 30年来工程累计成功实施了27次飞行任务 16名26人次的航天员成功往返太空 全面建成了中国空间站 应该说我们从无人飞行到载人飞行 从短期飞行到长期飞行 从舱内到舱外 从单船到组合体飞行 实现了一次一次的重大跨越 工程实施以来 我们一直把自主创新 放在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 目前我们实现了部组件和关键元器件的 百分之百的国产化 实现了自主可控 我国自主研制的天工空间站 规模适中技术先进 在功能和应用效率上 均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先后突破和掌握了 载人天地往返技术 航天员出舱活动技术 空间飞行器交汇对接技术 货物运输和推进器补加技术 空间站载轨组装 大型组合体控制技术等 十余项重大关键技术 以及200多项系统级的关键技术 在空间站的研制过程中 我们累计制定和完善了 6000余项故障预案 这些预案有效化解了 工程任务的风险 确保了我们历次任务的圆满成功 通过这些自主创新 我们走出了一条 这个高质量的 中国载人航天发展的路子 30年来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突破和掌握了一大批 关键核心技术 不仅保障了工程任务的圆满完成 也牵引带动了 中国航天技术的发展 同时也为国民经济 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 空间站研制 新技术新产品的比例 达到了90% 拿我们天河核心舱来说 它一共配套了 1250台套的设备 其中有1124台设备 是属于新研制的 比例相当之高 这些新技术新产品 也显著提高了 其他航天型号的 研制水平 比如说飞行器的 深力返回技术 空间飞行器的 交汇递接技术 这些技术也成功 应用到我们的 嫦娥探月工程 和火星探测工程 在载人航天工程发展当中 数千个基础建设 和技术改造项目投入实施 有力带动了中国航天 基础能力的提升 并取得了一大批 国际先进水平的 空间应用成果 有力推动了空间科学 空间应用和空间技术的发展 我们累计突破500余项 空间应用的关键技术 累计研制了600余项 先进的空间应用载荷 累计开展实施了200余项 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实验 当然在空间站阶段 我们已经规划 1000余项空间科学和技术实验 后续也讲预期取得 一大批原创性的 世界先进水平的应用成果 在带动产业的升级和发展方面 累计我们这30年 有4000余项的技术 转化到我们的各个行业 有力地带动相关行业的产业升级